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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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料的女子在2020年开始迷恋王俊凯 并且想通过项目合作接近王俊凯 后来王俊凯工作时发现此女子目的不纯 就终止了合作 之后该女子屡次向工作室发骚扰信息 后来王俊凯还因此报案上诉 该女子二审败诉 但她仍不死心 现在才又扯出了王俊凯和杨幂 所以王俊凯有点无望之灾的感觉了 再说了 男方未婚 女方离婚 在一起也算不上不争当关系吧 不管男女双方年龄相差都大 只要都是未成年人 男未婚 女未嫁 交往同居 相信大家都是能接受的 据了解王俊凯现在也要23岁了 遭到了谈恋爱的年纪 但杨幂也曾传出过绯闻 无论如何 祝福二人 最近赵洛斯的第一部伤心剧胡同正在宣传期 而她的一段采访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采访中主持人让赵洛斯介绍一下这个角色 赵洛斯说角色主要是讲 在党成立的时候旅主的一些改变 然而这部剧的故事背景并不是党成立的时候 赵洛斯走红以来资源都很好 接下来还有很多主旋律 红色资源 但她却记不住建党的时间 这引起了网友的普遍反感 不过她的粉丝解释并不是记不住 只是赵洛斯口误 因为同时期她还在宣传电影1921 1921讲述的正式建党的故事 对此也有网友并脾袭净 认为赵洛斯上台湾的明道大学 存在违规的嫌疑 怎么回事呢 按照大陆的规定 目前可以申请去台湾读大学的省份 不包括四川 并且去台湾读大学 分数线要求12本以上 而赵洛斯曾自报 高考数学只考了16份 所以她去台湾读大学 存在违规的嫌疑 不过据小编所知 赵洛斯上的是一所私立大学 明道大学 可能没有分数和习惯的限制吧 台湾本地了解相关制度的 可以在评论区解答一下呀 5.秦浩出轨了 秦浩和一能静是娱乐圈模范夫妻 不过前两天 秦浩被拍到带着老婆外出聚会 却在一能静上洗手间的功夫 拉住了一名美女的手 两人拉着手相谈神欢 直到一能静再次出现 才感萌松开 更让人在意的是 一能静出现后 秦浩一改在另一名女子面前的火锅样 反倒拿起了手机 自古自玩了起来 只是偶尔敷衍一下一能静 这样不少网友猜测 难道感情生变了 秦浩这小子 混累起了一心 要知道 很多人是先知道的一能静 才知道的秦浩 这两年 秦浩因为这个显泪柱 事业越来越顺利 名利双收 但与此同时 一能静年龄大了起来 不少人就担心 秦浩在红了之后 就会和一能静离婚 毕竟综艺里 秦浩也是常常怼一能静的 不过秦浩曾经自己说过 如果出轨就自杀 网友们对此也神心不疑 所以秦浩只是牵牵手 不能认定为出轨吧 6.王一博作品改导 今天一大早就听到 王一博作品改导的消息 偏方说是为了制作出 更好的效果 这部电影算是县礼电影 也是王一博的第一部 月宪电影 对于他而言意义非凡 而且这部剧有胡军和周冬雨 可以说是大咖云集 对于自己偶像来说 这部电影重要 对于粉丝而言 更是卯足了劲 从国庆节预售开始 这部电影就一直占据了第一的位置 已经到达了3000万的水准 从这个标准而言 这部电影在票港这一块 应该没啥需要担心的 所以不存在因为担心铺街 而临时改导 所以王一博的粉丝 对电影改导的事情难以接受 因此有人猜测 王一博难道出事了 对比同时期上映的 另一部流量主演的主旋律电影 《万里归图》 王一博宣传电影时 没有一个圈类人帮忙转发宣传 王军凯的微博下面 都是熟悉的人民 要知道娱乐圈的都是人情 都是趋利避害的 谁出事了 他们最限制到逢生 因为这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或许如何还不知道 大家又如何看待此事哦 7.张宁和白鲁恋爱 要说小情侣恋爱本来没什么 狼才女貌轮得到你我来反对 但她两恋爱 还是成为了本周最大的一个卦 要说为什么 主要是粉丝倒的鬼 张宁和今年因为苍男爵 才有一定热度 所以她的粉丝不太认同 哥哥谈恋爱 她和白鲁恋情报光后 粉丝跑路了一万个 理由都是以为你是一个事业兵 结果上来搞这个 有战节甚至威胁 称张宁和不成亲恋情 就要把手机里两个机的未修图放出来 甚至把张宁和修图的过程放了出来 之后又有粉丝扒出来 张宁和大学期间被通报作弊的事情 通报截图里写的名字是张家伟 这个名字是她的本名 录卷后才改成了张宁和 还有粉丝透露 她大三就从学校离开了 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 算起来只是一个高中生 真的说现在的粉丝真的恐怖 偶像不随自己的心愿就狂爆料 得不到就毁掉 谁在变态啊 8.客家宴被骂滚回中国 前段时间造价12亿的台湾桃园市巴德体育馆 在三级地震中坍塌 引起了不少台湾民众的吐槽和质疑 其中有小贵了美之声的客家宴 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疑问 那些体育馆是谁盖的 造价12亿的房子 连三级地震都承受不了 台湾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豆腐炸工程啊 没想到替台湾民众说话的柯家宴 反而遭到了台湾民众的攻击 很多人骂他 滚回幼儿园 滚回中国 不要行行作态 如此种种 不胜没举 可能就是因为他前几天 为好有杨成林的海鲜风波撑腰 所以才会被对吧 如今台湾舆论环境也很撕裂 前段时间杨成林因一句 小时候吃不起海鲜 导致很多人破防了 如今柯家宴又被骂 希望少一些争论 多一些和平吧 9.赵露丝 杨阳 恋爱 前段时间赵露丝和吴雷 因为出演金汉灿烂 相当火 两人的CP无路可逃 也成为了热门CP之一 不过上周有余计开直播爆料 无路可逃是假的 赵露丝的男朋友另有其人 此人正是和他合作过的顶牛杨阳 之后又有网友爆料 自己是赵露丝的邻居 销售告诉他 杨阳陪他来买的房子 两人是一对 杨阳和赵露丝 之前一起拍过电视剧 《且是天下》 确实也传出过不少 一系生情的绯闻呢 那么大家觉得 两人是真是假呢 10.张一山烧气被抓 尼封世界后娱乐圈人人自危 同时很多爆料在网上流传开来 其中就包括 同性出生的张一山 他位置涉嫌吸毒 同性念 男女同时 最后张一山发布声明 否认了涉嫌传闻 但他过往的黑料也被扒了出来 和宋颜飞交往期间 和不同女性约会呀 在夜店亲吻男友人呀 当街大小便呀 如此种种 本来他因为自己作风问题 很长时间没有好的意识资源了 曾经又传出烧气这档姿势 即使没有实水 大概今后也没有多大的水花了 马上9月就要结束了 没想到在等等一个月的时间里 娱乐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除了以上这些 从上周开始 就在全球引起争议的 黑美人鱼 离封世界光波 被电脑失信骚扰案等等 都让人心有欲尽 虽说八卦是人的本性 但大家还是希望娱乐圈少出事的 毕竟作品需要他们来演 不能这么早就下了戏台 所以希望明星们还是长点心吧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喜欢不妨点个订阅 记得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